欢迎大家来到这里 下面我们来分享的是 华人首富也加成揭秘 为什么大多数人不敢碰销售工作 在职业发展的大道场 销售工作往往被人误解和回避 然而销售不仅是赚取佣金的手段 更是一种培养超能力的秘密的武器 在每年面对众多的面试者 我们发现许多人对销售工作心存抵触 却未成针究其中的奥妙 华人首富李嘉诚 约翰·肯尼迪 日本零售巨头 收下信之助 他们都曾在销售领域斩目头角 这并非是巧合 而是因为销售工作 是一扇通往成功的大门 一个创造机会挽救客户的平台 下面讲 揭示销售工作的三大务区 并阐述为何销售并非迫使他人 做出决策的工作 而是一场与超级英雄般的拯救任务 相不相承 让我们一同打破传统观念 拥抱销售 探索如何在职场中脱颖而出 成就超凡职业生涯的秘诀 为何大多数人对销售工作抱有抗拒的心态 大多数人似乎对销售工作心存抵触 每年参与的众多的面试者经历 无论是应聘者是否来面试销售的岗位 一提到销售工作 很多人都表示不适应 然而有很多成功的例子证明 销售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的高深莫测 例如华人首富李嘉诚就是从销售起家的 作者提到一些名人 如约翰·肯尼迪和日本零售商之神 松下信之助 都是从事过销售并在这个领域取得成功的人物 销售工作不仅仅是一个门槛 正是创业和职业发展的必经之路 如何正确地看待销售工作呢 销售工作并非赚取别人的钱的不道德行为 而是通过社会创造价值来赚取回报 多者强调了每个人都需要赚钱 而所赚取的钱应与个体为社会做出的贡献成证 其次解构来对于拒绝的恐惧 被拒绝并非等于失去尊业 而是一种获取机会的过程 就如同人们在陌生的环境中结识新的朋友一样 被拒绝是获取机会的一种方式 最后销售并非是一味的怕是别人做的决定 成功的销售不应该被看待自己为客户创造价值 拯救客户并使其成功 而不是简单的推销产品 下面介绍的是销售中的三个误区 赚取他人的钱被视为不道德 这是一个误区 因为每个人都需要通过自己的工作赚取报酬 无论是销售的佣金还是其他行业的薪水 赚取的钱与社会做出的贡献成证 应当被看作为是一种合理的回报 另一个是害怕被拒绝导致失去尊严 害怕被拒绝只是将自己包裹在舒适区的一种方式 被拒绝是获取机会的过程 就像是在陌生环境中结识新的朋友一样 拒绝并不会让人失去尊严 而是促使个体的沟通和工作能力不断的增强 最后一个是销售被视为不断的怕是别人的做的决定 另一个误区是成功的销售员 应该将自己视为超级英雄 拯救客户并拯救客户并创造成功的机会 将产品或服务推销给客户 并非是一味的强迫的决策 而是为客户提供有价值的选择 使他们因为与销售员合作而变得富有 总的来说销售工作并非是负面的职业的选择 而是一个创造机会和成功的平台 通过纠正这些误区 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接受销售工作的重要性 及其在职业发展中的价值 好了 如果你渴望成功推销梦想 那就请订阅的一个频道 点赞分享 让我们一起起程吧